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5号星期一 看看都有什么新闻 首先第一个 河南安徽五家村镇银行 已经由中央政府垫付了180亿人民币 我没想到速度真快 速度真快 我当时还说 我说他们得雇多少人干这事 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还不完全是自己带稿 然后委托银行带稿 然后一起带稿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截止到 这个是银保监会的消息 截止到8月11号的晚上 累计垫付了43.6万户 这个速度相当相当快了 40多万户 一共已经给出去了180亿元的人人民币 我还是那句话 然后做的对的 我们就鼓掌 就说做的对 做的错了 我们就批评 好不好 这个做的没问题 而且这个速度相当相当可以 这个速度我们都可以接受 我当时还认为这个速度会很慢 我当时预计它一天解决20个 一个月搞不了多少个 结果其实现在一个月不到 一个月不到 40几万户解决完了 当时很多人对有不满 我当时就说 我说我觉得对中国政府就这方面来讲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钱是存在银行的 他肯定会给你付 这没有问题 他会保底 最起码50万以内的保底 甚至像包商银行 当时我们说的包商银行的例子 包商银行是5000万以下的 全部就政府就给你保底了 全部都赔付 政府来赔付 5000万以上的 再商量 但是像他这种都是村镇银行 基本上不涉及5000万以上的 你要在村镇银行有5000万 你还得说说 你都说不清楚了 对不对 它基本上不涉及5000万以上 所以我当时说 就是说你真的这钱存银行的 你没必要担心 担心的是你没把钱已经存银行了 就是你通过所谓的第三方存储 然后他说给你的利息多 你想要多要点利息 然后这个墙 这钱没进银行 进别的地了 这就麻烦了 这个就跟P2P一样 这个有可能最后就血本无归 对吧 但是你只要存银行的 不用太担心 现在他 钱面支付的 基本上都是25万以下的 当时不说先支付5万以下的吗 后来又到了10万 到了25万 他说将从2022年的8月15号 从今天上午9点开始 对金额25万至35万的开始 所以他从最小额的 开始往上走 最小额的人数最多 先解决 然后再往上 现在就是说 从8月15号开始 就是25万到35万 35万以上的 还要再等一等 就25万到35万 就要开始解决了 不按这个速度的话 应该就很快了 应该就很快了 因为越往上 钱越多 人数反而越少 速度反而越快 开始垫付 而且对25万以下的 也不用着急 25万以下的 也继续垫付 如果你发现还没有垫付的话 继续垫付 反正等于就是说 35万以下的都开始了 全部都开始垫付 河南有8名官员 现在受到调查 都是负责监管的 中小金融机构的 肯定完不了 不能放跑了 对吧 该坐牢的坐牢 该赔钱的赔钱 至于P2P的那帮 就属于 那就没办法了 你以后还是 存银行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贪图那点利息 一定要稳稳的 存在银行里边 对吧 中国就现在来讲还好 除非你存的是外币 你只要存的人民币 然后你只要存在银行里了 你其实不用担心 对不对 老共 人民币一定赔出来 对吧 你要是赔 你要存的美元 可不好说 对吧 人民币还是没问题的 好 另外一个 俄罗斯 你看他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消息 你看 当初拿不出钱来 那是分不清楚 怎么情况的时候 然后上街游行的时候 你看海外一片喧腾 热闹 说中国完蛋了 钱赔不出来了 习近平现在连这帮 农村的这帮人的 5万10万的也坑 等现在赔完了 赔了 垫付了 海外媒体没有人 除了我估计没有人 再提这事了 对吧 所以 有个小伙伴来了 就是说 说你看看人家 人家谁谁 他举的例子 都是法轮功的媒体 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说什么 你看看你跟人家比 你的屁股歪 我跟他说兄弟 兄弟 你要是觉得法轮功的屁股 是正的的话 那只有郭文贵 你看着不歪 郭文贵比法轮功还往那边 郭文贵比法轮功还疯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以法轮功 和郭文贵做标准的话 那你看谁屁股多歪 那没办法 对不对 你不能以那个为标准 对吧 你得是吧 你不现在没办法 现在整个海外自媒体市场 80%都是法轮功系的媒体 人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了 然后人家说的都一样 人家统一口径之后 你只要跟人家不一样 你就有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也真是没辙 真没辙 但是我也知道 看人多 但是我宁愿守正点 行不行 我穷点我认了 好吧 我穷点我认了 好吧 接着说 俄罗斯的一名外交官说 说美国俄罗斯正讨论换球 交换球犯 说用俄罗斯的军火商布特 与美国的女蓝明星格林纳去互换 格林纳是两届奥运会金牌 拿了两届奥运会金牌 夺下了WNBA的总冠军 先前在俄罗斯打过球 今年2月 他对乌克兰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进攻的前几天 遭拘押 为什么说 这也就是说 这是俄罗斯诚心拘押他 本来靠为人质 说格林纳持有 装有大麻油的电子烟 所以控他走私毒品 美国人认为 这种大麻不能算毒品 当然在美国不算 但是在俄罗斯算 你还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格林纳当然他认为 这都不叫事 美国这帮 他美国这帮 什么NBA这帮 还有像什么 好莱坞这帮 就是抽个大麻 抽个大麻油的电子烟 他们觉得这正常 只要好莱坞 只要不抽海洛因 都是好人 对不对 都不能叫吸毒 美国大麻 当然美国大麻 他合法 这没有问题 但是俄罗斯不行 所以你这个 你也不能说 就是说一定是要报复他 对不对 关键就是说 我觉得这样 如果大麻油 真的是格林纳的 该怎么抓 该怎么判 你到中国 你拿大麻 你试试 该抓 该判 对吧 这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除非就是说 是俄罗斯的特务 把东西塞在他包里 栽赃陷害 如果不是栽赃陷害 不过说实话 你看大姐这面相 我觉得她穿过大麻 应该不是栽赃陷害 如果要栽赃的话 就割海洛因了 那就不割大麻了 对吧 还有呢 以前川普时期 不有吗 好像是美国 也是打篮球的 但不是NBA的 我记得好像是美国大学 男子联盟的球星 大学生的球星 也是去中国打表演赛 然后进了上海的LV店 然后可能顺了一件LV的什么东西 被抓了 还记得吗 然后当时还让川普给球形 然后就给他们放了滚蛋了 关于你说 这个事可大可小的 因为LV东西太贵 按中国来讲 偷盗到了一定的程度 是可以判刑的 你知道吗 它是看价值的 偷盗行为本身 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看你偷了什么 对吧 你偷了个馒头 批评教育一下 你偷了个LV LV动不动在中国 可能就上万人民币 对不对 动不动 最起码就一两万人民币起跳 按中国的法律来讲 这个头一两万 我估计应该能做几个月了吧 我估计 对不对 但是就算 好像川普球形也放了 所以美国这帮大姐大哥们就别提了 就这素质的 你看记得上次那个不也是吗 也是一个什么NBA球星的一个闺女 女子的 在他们高中联赛 然后有一个亚裔的小女孩 反正在下面伴了她一下 然后动得比较脏 对不对 站起来二话不说 一下直接打掘过去了 对不对 他们就是爱好 就是爱好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就还好了 小麻 UNC小麻 小麻当众抽大麻 小麻 记得让也会 说太无聊了 抽口大麻 拿大麻烟 先作一口 所以就是 美国特色 好不好 这没办法 这是什么好说 但是你不能到俄罗斯去搞 对不对 你要俄罗斯去搞 被人抓了之后 你说你成心 你陷害我 不太好 我估计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可能对他这事早就知道 早就了解 只不过以前 懒得管他 没把他当回事 这一次正好 不是个事 就不是个事 是个事的事 也就是个事 是不是 成龙的儿子 是不是也是抽大麻 成龙的儿子跟谁 跟台湾的一个 也是一个明星 两一块抽大麻 也是被抓了 是不是 我记得也是 这个东西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说布特 布特是俄罗斯的军火商 布特是2008年 在泰国被抓捕的 后来引渡到美国 被控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 2011年的时候 在美国判处了25年的徒刑 说这就是一个军火贩子 换一个WMB的球星 说俄罗斯占便宜了 这个也谈不上 因为在军火贩子来讲 美国的军火贩子多了 对不对 你说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你天天往乌克兰送武器 对不对 你要现在换过来 如果其他国家给俄罗斯送武器 你美国干嘛 对不对 如果有其他的军火商 给俄罗斯送武器 你起步也要抓了 也要判到25年 那你给乌克兰送武器 就不能抓你 对不对 就是说你做的都是对的 别人做都是错的 你就代表正义 别人都代表邪恶 你是美少女战士 是不是 你就代表正义 要消灭别人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你说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是谁 还不是美国那几个 什么洛克希德 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商 满世界卖武器去 对不对 你说别人卖武器 就得判罪坐牢 你卖武器 所以这东西怎么说 没法说 还有就是说 我记得西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 还有一批什么刺蛇飞弹 是怎么着 弄哪去 也说不清楚了 是不是 那你后来也不调查 对不对 对西拉里的这个事 也不调查 也不查 然后所以这些事就很难说 好不好 所以 好吧 在这把正好 这下个新闻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接受了西班牙 西班牙国家报的访问 他的访问里 他说 他说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袭击 是西方国家的道德的责任 但是他们就说 你看像加沙 以色列加沙地带 对他们这些巴勒斯坦人非常不好 他说 但是解决那些被困在加沙露天监狱中的人的情况 不在欧盟的负责范围之内 这不是欧盟的责任 解决这个是欧盟的责任 记者就问他 他说相比支持加沙 这些也是受苦受难的人民 对不对 也是被入侵的家园 对吧 因为你以前当年说好了 以色列占多大地 以色列地上现在越来越大越大 通过几次中国战争 以色列不断的在扩大自己的领土 以色列只要扩大自己的领土 你们就承认 对不对 俄罗斯只要扩大自己的领土 你们就抽他 对不对 当然为什么欧盟支持 乌克兰人民的意愿更强 然后欧盟外交安全政策的高预代表 伯雷利说 他说我们经常被批评 说我们欧盟还有美国 都是双重标准 很多人都这么说 对不对 不光是你死农哥说他 对不对 叫我屁股歪 一堆人骂他们 双重标准 怪我 对不对 但是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使用双重标准的 我们不会对所有问题都使用同一标准 对吧 人家都已经承认了 我们很大程度就是使用双重标准 那你没办法 那你就说什么 对不对 就是双重标准 就说我卖武器可以 你卖武器就去坐牢 就这样 以色列开枪拓土 我们支持 我们承认 你其他地儿 你开枪拓土你试试我就抽你 就没办法 对不对 人家都已经承认双重标准了 那你说什么 对不对 好吧 然后8月13号 基辛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 他说 现在我们美国在好多问题上 与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爆发战争的一个边缘 而且他说 我认为 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由我们美国自己创造的 这是基辛格 基辛格这么大 岁数99岁了 你真的是操碎了心 也是没办法 然后关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法 基辛格再次认为 他预计 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恐怕就是被俄罗斯控制了 最后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基辛格还是这个观点 上次说这话就被骂了 这次还是说老爷子年纪大了 也无所谓了 99了 对不对 已经活出来了 很多人骂基辛格 说基辛格屁股是歪的 说基辛格是亲俄的 亲普京的 怎么说 这个东西 对 你要屁股要是歪 你看谁屁股都是歪的 他没办法 你知道吗 我觉得老爷子不容易 不容易这么大岁数 敢于出来说这么几句话 所以有的时候 真的 其实你以为你在羞辱别人 其实你在羞辱你自己 好吧 再说另外一个事 香港的移民潮 香港移民潮家具 当时我们说的 头奔怒海 香港人逃跑 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年终的人口为729万人 已经连续三年下跌 原因之一 就是净移出人口 大升就移民走了 去年走了11.3万 是1997年有季度以来最高 导致过去三年 一共走了24.5万人 就是说离开了香港 就是净移出 外移者当中 青年人占多 青年人占多数 你都不敢想象 排第一名的是哪号呢 20到24岁的香港年轻人 三年之间减少了7.6万人 你要减到多少吗 20.7% 也就是说香港20到24岁的年轻人 每五个里边就有一个人移民走了 五分之一的人都走了 我天 这个比例 这真的我的天 20到24岁的 大量的都离开了 然后排到第二名的是多少 你知道吗 是5到9岁的 这个应该是跟着父母移民走的 比例是10.7% 5到9岁 每10个就走了一个 就离开香港了 好 这比例 然后排到第三位的是25岁到29岁的 减少了4.7万人 减少多少呢 9.8% 也将近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每10个走一个 然后其后就是第四位的是35岁到39岁年龄组 三年间人口减少了4.37万 减少的是7.2% 差不多也是12个人或者11个人 就是12个人 每12个人就走了一个 30多岁移民不容易 因为30多岁 35到39托家带口 而且你说这个世界在这发展一半了 整个走的话 难受死 但是呢 也是啊 这个这比例就太惊人了 净移出人口呢 这个人数呢 很惊人 而且呢 现在香港的这个 这个就是社会学家认为啊 还没有见顶啊 而且呢 认为就保持这种速度 还会再维持呢 一到两年 还会有大量的人呢 这个走啊 当然人口减少的 另一个原因呢 也是呢 出生人口呢 太减少 不愿意生孩子啊 不过现在呢 就没办法 现在这个只要是经济发达地区 越是高收入 呃 高学历的 呃 这种呢 就是说 越是呢 生育率低 越是呢 穷的 你看这个印度贫民窟 我生的是最多 哈哈 埃塞巴比亚 生的也多啊 呃 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 现在整整整个世界就这样 这种 高净值人群呢 就是生育率在这个下降啊 这其实说明香港还是一个 就是说 也是属于就是说 高收入 高职人为主的一个地方啊 经济比较发达 其实是主义 呃 经济发达的 比方 一种通病啊 所以呢 出入人口呢 减少 死亡人数呢 上升啊 过去一年呢 自然减少人口呢 达到了2.65万人啊 呃 当然了 也有大量的人的补充进去 但是还是不行 速度不够啊 说呢 这个去年一年 有18300名持单程证的人 由中国呢 移居香港啊 从中国呢 有移民过去的呢 相信2万人 补充一下 呃 当然了 这个来讲呢 你 你 你从中国 呃 移民一些人过去补充呢 没有问题 中国愿意移民香港人多了 对不对 别 别说一两万呢 一二十万的拿出来 一两百万都拿得出来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啊 我认为呢 香港人口减少 就减少吧 不要有这个太太担心 香港人口密度太大 我觉得香港本来就应该减少 他那点地儿根本就不适宜住那么多人 你看看香港有很多人 你看你到香港 你到那个网上你搜 你说这个香港啊 叫什么当房 好像是当屋 当房 知道吧 这边一个当 这边一个刀 一个 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刀利人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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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个字 你去搜一下 呃 真的有很多 很多的香港人啊 就生活在什么 这不是20平米左右的这种 它叫当房 这里边啊 20平米还是大的了 啊 这种当房 甚至啊 我在网上看啊 有11平米 15平米的啊 就就就小到这种地步啊 20平米都多 都算大一点了啊 20平米 30平米 就就生活在这种 小小的空间里边啊 所以我觉得呢 就香港 就是说 人口少一点 其实是好事 人口密度太大了 它不适于人类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生存了 已经 你懂我意思吗 你比如说你人了 你养一个沙丁鱼 对不对 你你弄一吃糖 养多少鱼 它都它都有数了 对不对 你做你这人 你不能做活得 比那鱼还难受了吧 对吧 活得真的太难受了 我觉得少一点挺好的 所以呢 我我觉得大陆就别要往那捕人了 啊 如果他就是这么自然的 自然的人口 这种这种衰减啊 有愿意移民走的 然后呢 有的不愿意生啊 等等的 就就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我觉得啊 香港现在是729万人 对不对 我觉得香港啊 如果再能够少100万人啊 到629万的话 我觉得这600万人会比原先700多万人时候生活的空间能大很多 而且经济压力也会小很多 房屋房价也会降下来 香港什么房价 那房价胡说八道的房价 对不对 那房价对吗 那歇斯底里 疯了的房价 为什么是那种房价 这莫名其妙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又没有想过 假如香港现在从729万人变成629万人的话 那房价能够掉多少 房价我觉得怎么也 不说掉三分之一吧 也差不多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房价整个就下来了 香港的房价降一降 对香港的经济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 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应该靠房地产去支撑 如果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支撑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 你知道吧 而且就是说 有的人说 说现在年轻人走了 香港的未来竞争力可能下降 下降就下降吧 香港已经不穷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不是在追求一个钱的一个阶段 你要是北朝鲜 你现在就是说 我忍耐 我忍受 我痛苦 我挣扎 我奋斗 我为了挣钱 那是北朝鲜 北朝鲜是真不行 一穷二白 你香港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应该 现在香港人家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说人 你发展到一定程度 当你的钱差不多了 你要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质了 香港现在就是 香港早就已经过了那种发达的那种时期了 你现在应该开始静下心来 去想想能不能增加你的生活品质 对不对 那么人口密度太大的话 你的生活品质上不去的 哪儿都一样 因为美国你现在在哥 九亿人进来 美国人的生活压力也得大 对不对 美国现在要是 你看中国是多少 十三亿十四亿人 美国现在三亿多 你再跟美国来十亿 你看看 他也肯定我们也不会这么舒坦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一方水土 养多少人 他是有数的 而香港现在人口密度太大了 捡一捡挺好的 大陆人不要去 我要是香港人 我说大陆人不要来 我们好不容易 少点人 我们松口气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香港捡一捡 最好捡到629万 大陆也是不要再逼逼生了 什么三胎四胎 不要搞那个 不要逼生 十几亿人的国家 你看看一个个 大家的压力多大 对不对 以前就四万万同胞 还记不记得 以前不讲话 就四万万同胞 就四亿人 以前就四亿人 你现在十四亿人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降一降 降到十亿以内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喘口气 就跟吃汤的鱼一样 差不多了 我觉得你鱼就往外捞一捞 那鱼活的也能收担点 你知道吗 所以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不好 另外一个 前两天有不良媒体 说什么呢 说是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个高级官员 向媒体证实 说乌克兰袭击了克里米纳 萨基市 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说这次俄罗斯的克里米纳基地被炸 是一个重要的转越点 说明俄乌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乌克兰开始反攻 并且已经具备了远程攻击能力 这个基本上就是放屁 基本上放屁 那乌亚大楼 8月12号 官方出来表态 说没有 不当媒体 这胡说八道 造谣 没有这事 说我们没有关于最近在克里米纳 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 发生爆炸的原因的信息 美国也并没有 向乌克兰运速任何武器 来进行的这种力量的打击 一名的美国高级军事官员 告诉记者 说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是否有炸弹发射 我们不能说是否有破坏行为 因为我不知道 好吧 那这个事 这个搞不清楚 现在知道吗 但是呢 先是有媒体说 是吴亚大楼说的 现在吴亚大楼说 官方出来的这批谣了 好不好 他说呢 吴亚大楼说 说我们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 允许或者帮助他们打击 克里米亚的东西 也就是说从美国来讲 我们都不允许 他就打击克里米亚 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允许 就我们不允许 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有的人好像就觉得 好像这个乌克兰 能打这个克里米亚了 怎么着 乌克兰早就能打克里米亚 乌克兰不是打克里米亚 乌克兰能打俄罗斯 知道吗 以前我报过一个这个消息 还记得吗 有一个乌克兰的这种游击小分队 只倒了这个俄罗斯 纵身插进去一百多公里 一直插到俄罗斯内部去了 我当时就跟你说了 俄罗斯没有进行全国总动员 他只是把边境的这个十几万人扔进来了 他现在边境完全是空的 边境脆的像纸一样 边境在上无人计 在上这个空城计 知道吗 没有人 边境根本就没有部队 乌克兰想打蛋的 单刀直入直接就横推过去了 而且乌克兰到俄罗斯一片平原 没有任何的这种战术壁垒 也没有任何的屏障 随便打 直接就推进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不敢打 乌克兰一直都具有 打不要说打克里米亚 乌克兰一直都具有攻击俄罗斯的这种能力 只是不敢打 不能打 打完了之后吃不了 兜着了 明白吗 这是一个纸枷锁 这不是有一个真的枷锁 不是的 他一直都可以打 早都可以打了 只是不敢打 美国也不允许打 美国担心他把俄罗斯逼急了 逼急了就出事了 你知道吗 逼急了就出事了 把俄罗斯逼急了 那就完了 美国现在认为 现在这个状态最好 就是俄罗斯没有全国队员 到现在没有对乌克兰宣战 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只是一个特别精准行动 这样子就可以把乌克兰当做一个放血的刀 给俄罗斯放血 然后让俄罗斯进行一些消耗 死的一些人 然后从经济上进行一些消耗 然后美欧再进行一些经济制裁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真把俄罗斯逼急了 让俄罗斯全国总动员宣战 那他就坏了 那乌克兰就没了 你懂吗 所以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不是说不能打 是不敢打 明白吗 现在这样子让俄罗斯就这么玩着 还有还能喘口气 俄罗斯只要认真的就打个屁 对不对 那给完事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打不了 而是就是说 所以问题就在这了 就是说你真的能看明白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明白问题在哪了 你懂吗 你还不明白吗 很多人都不明白 这个战争没有悬念 从头到尾都没有悬念 明白我意思吗 那为什么打到现在的 我也不明白 他打了一场神仙仗 到现在你看乌克兰这边的很多的这种公共设施都没有破坏 自来水厂 电厂 什么火车站 你看他们当年马克龙他们几个人一块进来 不知道坐火车进来的吗 火车站什么的都保留着了 不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呢 说这俄罗斯认为打完了乌克兰之后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不能破坏 破坏完了自己还得重建 所以不是给乌克兰留着 给自己留着 这个玩意再说吧 反正真的打了一场神仙仗 战争战争 现在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子 各有各的想法 不知道俄罗斯在想什么 现在不明白俄罗斯在 不知道俄罗斯在想什么 反正普京有普京的想法 战争战争 其实上就是说他5月9号 当时俄罗斯军队里面说 让普京就直接宣战 全国总动员 直接拿下来就完了 当时不还有 播过那个消息 说普京 他发了一个视频 说普京你要不就全国总员 打一仗 要不就自己去找个地打自己 对不对 自己去搞自己 对吧 不知道普京在想什么 真的打了一场神仙仗 到现在 没能明白 就是说 这到底是想什么战争 就是说 有人就是说 说这是一场消耗战 美国和欧洲认为 要通过这场战争 来消耗俄罗斯 但是就是说 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你有没有考虑过一点 就是说 这也是一场消耗战 普京要用这场战争 来消耗欧盟 我们不明白 但是双方都受到的消耗 你明白吗 就是说 现在一种观点 认为什么呢 就是说 假如普京迅速的 把乌克兰弄完了 只会进一步激发北越 你明白吗 让北越认为 北越的存在是有道理的 你明白吗 但是如果不是 这么拖下去的话 就是说 反而大家开始探讨 北越存在有没有道理 北越还行不行 而且这么下起的话 会不会把整个欧盟和北越都拖垮 因为战争拖的时间越长 欧盟和北越里面的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 你明白吗 如果迅速解决之后 他们反而到团结了 但是这种情况 咱也不知道 咱们再看 好不好 反正从头上我都跟你说 打的真正就是一场神仙仗 好吧 再说另外一件事 还有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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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两分钟 那我们先关了 再来一起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